对着狼队的第一局上半场 地图是选择了军工厂 搬掉了一手机械师 没有选择有棉阵 其实我是觉得 还是有棉阵好 真的有棉阵对吧 双猛男带先知祭司体系 这套阵容是比较扎实的一套阵容 而这套阵容在军工厂打的话 其实是有可能会被打一个开局崩的 哪怕这个冒野家夺好了 也有可能出现内奸鸟对吧 抓到先知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而你如果你在有棉阵的话 祭司加先知这两个点 祭司首先没那么好抓 然后先知如果说出身的点位也不错的话 对于雕刻家来说 他的一个开局的一个滚雪球的一个基点 或者说他节奏起来的一个基点 会往后推很多 当然这局我们看一下 他们选择这套地图 打网野家体系 也是想要把电击说的更快一点 然后有机会来把这个局势 稳住到一个平局 然后偏上的一个想法 就看先知能不能狗住了 晚晚的先知 上来 这个方向是先知 但是还没找到 看见了 看见了 这样的话就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那就看这边 晚晚的先知能不能遛得起来了 如果能遛起来还好 遛不起来的话 这局这一个节奏的起点 就会比较早 让这边的小瑞瑞就有更多的机会去保平真胜了 因为军工厂这样地图先知是不太遛的动的 不太遛的动的 除非这边雕刻家对吧 给一些机会 或者走位上面有一些问题什么的 要不然的话 这个先知说实话是遛不太动的 顶鸟 一刀打 好还差一刀 但是如果你换成有棉阵 你想想看对吧 有两个二楼的地方 还是有更多的一个牵扯的机会 特别是单点的那个独动位置 前锋这边看看有没有想法 拉球了 拉球了 做 好的 这边是拉了一波非常大的球 半球 让这边的先知有机会能够转点到大房 还是可以的 这波球是很关键的 这波球不撞 这个先知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就倒的话 这把求生者别说是三跑的平局都很难 那么现在的话还行 还行 还有点机会 这里这个地形 再加上先知这边拉开的一个距离 但是吃了一个雕像的伤害 这边将一波反走 绕过来 好 这边交互点的一个翻窗 加速 再绕 雕像 提前放 还行吧 还行吧 这样的话先知能脱掉三台电机 前锋这波撞真的是功不可没 一加 倒地 两台半 两台半也行了 够了够了够了 这样的话有一个猛家在 我觉得这把穷者 保平是有机会了 赢的话 看这边救人位怎么 怎么选择了 因为这边是差两刀的存在感到二阶 如果说来救 很有可能这波救完以后就是一个二阶 救完二阶以后 那么一个向心分场 如果说但凡伤害打得够多 是有可能把场面上控制住的 那么不救的话 其实我觉得更好一点 他们想救 这边就是穷者想要真平 真平的话 这边用命一个护壁弹走 但是先至这边这刀 这里这刀打 好二阶了 二阶以后这边向心分场直接往中间一开 去干扰一下电机 这边是想打一个寻觅的双导 雕下补 补上了一次 传送捏在手上面 前锋下一波是准备撞救吗 电机好像修不掉 电机如果修不掉的话 他可能没有机会撞救了 看一下 因为现在寻觅的这个血线是很危险的 他估计也不太敢这样的一个堂儿皇制的修机 张玉剑这边来了 看见了看见了 两连雕像先一波一推 好 一夹前锋半血 这个前锋不能救人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刚才这波其实是可以选择不救的 因为你救了这边势必是一个二阶 到了二阶以后 雕刻家但凡抓住一波几回 他就可以来反扑 把前面的一些节奏全部补回来 而如果说这边选择不救 那么大概率压住的话是一个电机压好 然后去做一波压机救人 三人在场的一个开门战 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加的稳妥一点 因为对于斗舞来讲 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更多的去把局势稳住 然后一步一步的推进 而不是说去争取一个多跑 本方的一个监管者本身够强力 对吧 相信队友的情况下 自己要做到的就是稳就可以了 这边传送过来 用兵一刀美 一刀抽 哎 雕像一波夹 好 前锋这边起来 冒影家这里是开始挖输液 两台电机 交掉自摸的前锋上挂的佣兵 看皮皮瑞下一波 他的一个向心坟场 中间的电机 中间的电机 这里冒影家手上面 这 哎呦 这边电机 没找到 然后有耳鸣 不好说 不好说 呃 不清楚 冒影家手上面是一本书也还是两本书也 好像电机式机压好了 可以 那这波可以做到一个压机救人 压机救人 但是手上面是六个雕像 呃 冒影家这边是躲 缩小躲雕像 嗯 皮皮瑞中间这一波没有能抓到前锋这边的一个时间点 压了两本书让这边球手把电机压好了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打一刀没有过半 没有过半 这里冒影家这个位置可以两连雕像补啊 他选择打一刀留雕像电机点亮 那冒影家缩小以后是可以防你一手重高雕像的 我觉得皮皮瑞这边的一个开门战的选择不是特别的好 啊不是特别的好他这里其实追前锋也好 管前锋也好管那个佣兵也好都要比管这个雕刻家来的好 这边是击倒了那向行封场先一头去开门 这边前锋这个位置先要把人挂上佣兵的位置靠过去 应该是能跑了这个门应该是能开掉这个门应该能开掉 那还好还好是个平局 皮皮瑞中间一波是没有能抓住机会啊 还是有点可惜的 这把他抓住机会是能打一个4的 或者说能保一个3争一个4 但是中间一波机会没抓到 然后被俩俩这边的两本书页直接秒掉一台电机啊 那全者还算是顶住了压力 算是一把有惊无险的一个平局吧